上百个台湾、韩国等地的法轮功学员 不远万里来到APEC会议举办地 夏威夷的檀香山 为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吁正义 中共从1999年720 就开始下令禁止修炼法轮功 并且全面的污蔑法轮功 就我所知 现在中共在国内不但抓捕法轮功学员 甚至活体栽数他们的器官倒卖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可恶的行为 就是等于是杀人 所以我们希望都能站出来 然后利用APEC会议这个期间 让全世界的各国元首都知道 中共干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APEC期间 谭香山有不同组织抗议示威 法轮功团体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平和的 那我们其实诉求就是很简单 就是希望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我们不希望他们再伤害无辜 所以我们用抗议这个词可能比较强烈 我们基本上都是和平理性的 他们的黄T恤 及大幅呼吁停止迫害的行为 吸引当地人及媒体的关注 新唐人记者江红夏威夷报导 我们下期见